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子叶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子叶 因为顾及宗亲 为防止叔叔们的反对 并全部召集到京城软禁起来羞辱 虐待 最后推翻她的乡东王刘玉 硬身材肥胖 被封起为猪王 刘子叶命人在宫中挖坑 注入烧水 让刘玉裸身跳下去 给自己表演猪吃时 稍有怨言 便要屠猪 朝野上下一片人心惶惶 刘子叶在位不到一年 她的荒唐残暴竟已是庆祝难输 而刘玉招人机会发动政变 了结了她的荒唐人生 刘子叶也被称为前废帝 宋书延期 手足迷错 行贿禽兽 罪赢三千 十三步的不说 年纪轻轻的刘子叶怎会做出如此不堪的事情 刘子叶的父亲孝武帝刘聚 浩大喜功 奢侈无度 并与秦武上上下下 俗话说 有其父必有其子 有这样的父亲也不可不为悲哀 让人言传身教的重要性 交伙伴们是怎么看的呢 好了 今天故事就讲到这里 欢迎大家点击关注收藏 我们下期节目更精彩